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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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年 私自修改了三份代言人的合约 私自吞没了至少100万元的港币 也就是87万人民币 于是法院裁定三项欺诈罪成立 判刑两年 据了解张智林在2014年里获得了某个按摩一品牌的邀请 以480万的港币 也就是420万人民币 成功成为了代言人 但是梁雅师却说代言费了380万元 也就是333万元人民币 梁雅师自己私脱了有100万港币 约87万人民币 张智林在发现前经纪人梁雅师欺骗自己时 非常的生气 于是向公司举报 想要交给警方 但是梁雅师以怀又深月求同情 之后 张智林经纪公司只能发声明开除梁雅师 不过事情并没有结束 因为之后梁雅师又被爆出 还对张智林好友问必杀 进行过类似的照片 而且是使用相同的手段 欺骗了未必杀好几次 但由于梁雅师女儿 因现在问题 患有传奇事并需要照顾 而且在此前已还92万港元 顾卓行减刑一年 判刑入狱两年 两人的官司打了很久 不少网友对这样的行为都是就由自取 不知道可怜 斯托八十万元虽然对于张智林来说并不算多 也就相当于静静人用一场 买几个包包的钱而已 但是梁雅师这种行为 已经构成了违法行为 所以不得纵容 不管怎么样 站在什么样的单位 甚至应该坚守法律的底线 为了这点钱而让自己受到牢狱之灾实在不值得 张智林 1971年8月27日出生于香港 香港歌手、演员 1991年开始演艺生涯 同年凭借于许秋一合唱的成名曲 《现代爱情故事》 1996年参演TVB至极《天地男儿》 和《射雕英雄传》 在《天地男儿》中饰演罗子剑 使张智林人气上升 2001年2月8日 与袁勇宇在美国登记结婚 2006年11月12日 儿子张牧 同出生 2012年参演电影《天生爱情狂》 饰演张泰林 2013年 因饰演时装航空剧冲上人宵爱Captain Pooh 一脚而为人熟知 虽然就对于明星来说 就是是一个名牌包包的钱 这种经纪人 就算小孩有问题 可以和人家借过这请求帮助 人家借是好心 不借是人家自由 青春就犯法的 居然有这种经纪人 真是业界耻辱 刷新我对经纪人的认识 一人明星片酬高 收入多 风荒无限 这是人情皆知的事情 而且一人得到 鸡犬升天 一个明星走红 可怜带着他们身边的团队 也赚得盘满钵满 其中就以明星的经纪人最为得意 劳务费抽拥相当可观 当然 经纪人负责协调明星和方方面面的关系 为明星树立好的形象和口碑不遗余力 也算是凭自己的本事和辛苦赚钱 无可厚非